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场文艺复兴啊 大家好 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 在这里 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 带您进入文所未闻的奇异世界 点赞 订阅加小铃铛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斗鱼怎么了 斗鱼还好吗 这可能是转战抖音后不少网友的心声 老板失踪 大多数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卷钱跑路 要么进去了 2023年 斗鱼 陈少杰失踪的消息 闹得沸沸扬扬 但是斗鱼官方一直在委婉地说 不清楚具体情况 11月21日 斗鱼终于发布公告称 公司CEO陈少杰先生 于2023年11月16日左右 被成都警方逮捕 公司尚未收到 任何有关对陈先生进行调查 或陈先生明显被捕的原因的正式通知 一天后 11月22日 成都都江宴公安发布通报 我居经查明 陈某杰涉嫌开设赌场罪 目前 陈某杰已被依法执行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而陈少杰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2023年8月 出席公司第二季度财报分析电话会 当时他还表示 持续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游戏社区生态 重视核心用户的运营 打造更多互动性强的高质量内容 促进社区互动 提升用户体验 事实上 大家对于这样的结果一点都不意外 毕竟CEO失联三周 在结合斗鱼平台过往历史 这样的缘由并不难猜 唯一让不了解斗鱼的人感到疑惑的或许是 好好一个直播平台 怎么就涉堵了呢 前几年 斗鱼频繁因涉堵 涉谎问题被相关机构点名 监管压力骤升 先说涉堵 诸多涉堵事件中 339户外可能最为人所知 早在去年 四川都江验世法院 便审理了一场 利用直播平台 开设赌场案 被告人正是斗鱼平台339户外组合的 傅某某 潘某等人 其涉嫌万人拒赌被捕 一年流水过亿 如此恶性事件 更引得紫光阁 共青团中央点名 至于如何利用直播平台赌博 就更简单了 在斗鱼这样的直播平台 有许多类似大转盘 开宝箱 抽盲盒之类的玩法 借助这些抽奖玩法 用户在平台充值后 通过直播间内 主播设置的办卡 抽奖方式设赌 6元前一张的办卡 最高有机会获得 价值数万的虚拟礼物 本质上就是以小博大 比如说 先在直播间 送出固定的礼物 来获得游戏的资格 然后通过游戏 可能获得更高价值的虚拟礼物 最后 通过支付宝等第三方渠道 返现给用户 完成赌博闭环 其实这样的玩法 就是在钻法律的漏洞 就像当初被官方点名后 都于依旧坚称 不认为直播间涉赌 违规 因为只要抽奖金额 不超过5万 就可以归类为有奖销售 而这些直播间里 各种办卡抽奖活动 最高价值礼物 均不超过5万元 巧合的是 此次逮捕陈少杰的 正式都将验尸警方 有博主此前 就已爆料过他进去了 原因就是被 339涉赌事件所牵连 除了339户外之外 另一个涉赌直播间 也在随后被顶上热搜 那就是 号称斗鱼最大赌场的 长沙乡村赶死队 该直播间 常在晚上10点开始涉赌抽奖 并称赌局为10点经济课 以晚上10点开始上课为公开暗号 不少人沉迷其中 据说有用户半小时内 疯狂下注30多万元 直播间日流水高达百万 年流水上亿 这么大金额的抽奖返现 真合理合法吗 而就这样一个年 吞进1.77亿的直播间 却在2021年1月16日 入选斗鱼直播平台 年度十大巅峰主播 很难想象 斗鱼在涉赌层面 是如何管理的 黄赌毒不分家 大家常说 黄赌毒不分家 网络无法传递毒品 但可以传递色情 除了涉赌以外 斗鱼当然也绕不开涉黄 网上就流传着一句话 23点前的斗鱼 与23点后的斗鱼 是两个直播平台 23点后的斗鱼 还真是什么都敢做 2023年3月 凤凰网报道称 在记者注册斗鱼直播后 收到的第一个直播推送 就是斗鱼直播 主动推送的作断表演 甚至都不是擦边那么简单了 充斥着各种低俗的表演 而且都还是官方主动推送的 网信办都看不下去了 不仅多次点名 还在5月进驻斗鱼平台 针对色情低俗等 严重生态问题 开展为期一个月的 集中整改督导 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2016年 斗鱼就因为 在线直播造娃娃事件 震惊全网 当时 斗鱼一名 ID为放纵不羁123的男主播 与一女子赤裸身体 在平台上直播方式 瞬间吸引到了 几千名网友前来观摩 并截图在网上转发 后面的剧情 大家也不用猜了 斗鱼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称 平台管理员 已在第一时间将直播封停 并立即向警方报案 且提供了涉事主播的 个人身份信息 如果说一次 可能是因为自身管理不到位 但屡罚屡犯 很难说不是故意的 或许网信办的信任 便在这一次次的违规中被消耗 2021年10月 就有网友爆料称 在某热门游戏世界大赛期间 斗鱼 THI化 会节目为了吸睛 出现了女嘉宾大秀身材 舔瓶盖 蹭抱枕等 一系列暗示行为 明明是一场热门游戏世界赛的 官赛节目 却愣是被做成了擦边的 低俗秀场 而现在 斗鱼还因默认 允许主播进行大尺度表演 这种行为 可以说是顶峰作案了 在层层监管下 斗鱼为何屡禁不止 从某种程度上 斗鱼对擦边直播的依赖 是惯性 也是无奈 自从2021年 与虎牙合并告吹后 斗鱼的经营急转直下 先是丢失了LPL的版权 之后主播大量出走 财务数据更是一泻千里 盈利压力之下 斗鱼当然顾不得吃相了 对于以游戏直播为根基的斗鱼而言 头部主播曾一度是引以为傲的资本 然而随着斗鱼平台由胜转衰 大主播们也纷纷离斗鱼而去 虽然当时诸如 PDD 大司马等 LOL主播 至今还是斗鱼的重要门面 但抵不住更多头部主播出走 选择抛弃斗鱼 奔向前途更加广阔的平台 一届风题末 早早出走避站 一哥叙叙宝宝 头奔抖音 更别说 自陈少杰被逮捕后 很多头部主播都宣布停播休息 回归日期也没有说明 还有LOL圈内知名的韩籍主播Duin 也火线赶回韩国 理由是家人生病了 不仅如此 细心的网友们还发现 这些主播们几年来的录播视频 都在一点点消失 甚至Duin连七年前的远古录像 都活不下来 很明显的是 在秀场直播 发达的国内互联网 越界的远远不只是斗鱼 在4月30日 被网信半点名批评的直播平台 除了斗鱼 排名靠前的抖音 B站 虎牙均有被点名 如你所料 B站也是擦边问题的常客 尤其在舞蹈区 美女直播是重点推送的内容之一 在粉丝充前 成为主播的舰长 提督总督后 便可获得女主播的联系方式 进而收到他们发来的 大量视频和音频内容 仅2022年第一季度 B站就累计处理违规18723次 其中封禁直播间1851个 虎牙直播案就更不必说了 点开首评 你就能看见各种推送的 打擦边球广告 而标榜不看颜值 不做秀场直播的默默 却同样有着类似的问题 甚至由来已久 身材妖娆的女主播们 穿着差一点就能走光的性感服装 伴随着夜店风的伴奏起舞 抖臀扭腰 还有网友反应 抖音的擦边球内容 也是屡禁不止 而且在朝着更隐蔽化的方向发展 在同城招嫖 色情引流被打击后 在线麦片和哄睡成了 软色情领域的更为隐秘的玩法 直播的内容千差万别 擦边的网络直播平台不胜枚局 但通过美女直播变现 是通用的手段 甚至在视频 社区平台也时有遇到 事实上 对于直播和内容的管控 平台和监管的治理 从未停歇 各大平台都设有管理员 如B站 还有封纪委机制 国家相关法规也一直在出台 只不过 在过去多年 主播 平台 监管三方 仿佛一直在打游激战 所以要猫爷说 如果原始的需求不会消失 想必这些只会换个形式继续存在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